有一個題目想做 想要讓大家更要求給政府 尤其是資訊預算的編列 所以他就稍微寫了一些東西 不過我們現在在試用這個hackmd 你可以發現這個字有點小 但是如果我選了這個slide mode之後 它突然就變成一個slide了 好棒喔 所以就可以很快講一下 就是說 大家可能會覺得政府的網站 或是一些做的系統都很難用 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 他找不到正確的 另外原因可能是他的預算太少 那這個還不曉得到底是為什麼 那所以其實 他們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說來分析各個不同的單位 他們編列的資訊預算 還有一些project裡面其實是有人力的 那人力它到底用什麼成本去估算 那所以這個東西藏在很多不同的地方 在預算書裡面 但是預算書裡面也不會很明確的寫說 就是project 它的那個系項是怎麼分的 那所以可能就必須要再找更多的資料 所以其實今天 這個坑的形狀還沒有非常明顯 那所以我覺得它其實也可以連接到 整個科技預算的編列 然後還有整個政府的這個資訊人士 其實很多時候是包含在一個 譬如說標案裡面 然後你說 這個標案要配置一個人力 來這個採購的產位 所以那個廠商他就要想辦法去 去生出一點人來 然後變成給政府也有 因為政府裡面現在有很多員額的限制 那所以 所以很多時候是用這種work around 那我其實有對這個委員滿有興趣 知道說 到底政府裡面有多少的人 就是它有政府的building的這個bench 它可以 它有痕跡卡可以進入政府裡面 可是它不是公務員 它的員額是從 這些奇怪的採購 或者是其他的這個 其他的這個委外 或者是 原聘僱來的 那這個好像全區部有一些先討論 其實並沒有很相信 那所以 今天這個專案其實呢 是要來這個 增坑組 所以如果你對這個議題有興趣 然後你稍微了解這個財客的話 可以把這個題目稍微 分成幾個 幾個重點 幾個可以實作的方向 幾個 你知道資料在哪邊 然後可以 就是和大家一起討論 那所以現在這個 目前基本上就是在這個hackmd上面 然後在那個Facebook的那個 後勤中心有一些討論 那所以如果對這個主題有興趣的話 可以先來找我 或是直接就 直接就開桌去當坑組 OK 好 謝謝